大家好,这里是复古电子表 大概上市于1987年的卡西欧JP100 是卡西欧首款可以实时监测脉搏的手表 也是卡西欧史上计温度之后出现的第二款传感器手表 被定义为慢跑系列的JP100 慢跑运动时提供九组秒表间断内存记录 可开类似节拍器的提示音来控制跑步步伐 并可通过手指轻触传感器实时监测脉搏与心率 从而得到更好的运动效果 JP100拥有轻盈的方形全塑料机身 并于表盘右侧通出了传感器模块 上方配备了脉搏剂启动按钮 下侧的玻璃盘装置就是脉搏感应器 虽然机身特别小巧 但液晶表盘比例却相对较大 表盘布局也相当紧密 时间 数据 模式指示等 均可以在表盘上显示 总体看上去复古 而又有一丝无法言喻的神秘 点击面板上面的POS按钮 可以进入脉搏测试界面 手指请按传感器 大概十秒就可以测试出脉搏数据 大概功能是闹钟模式 可以设置翻组闹钟与整点暴时 慢跑秒表记录模式 按左上可以进入节奏模式 可通过左上左下调节快慢 每次运行秒表 长按右上清零数据 再开始录制新的运动数据 JP100会在每五分钟提醒你测试脉搏 可以查阅每次间隔的时间 倒计式模式 常用秒表模式 机身背面为卡扣式盒盖后盖 50米防水 机芯509 大概直径是37毫米 厚度9毫米 相当轻巧的机身 佩戴特别舒服 只是后盖设计导致防水性能稍差 如果防水圈不老化的情况下 一般可以适用日常生活防水 同期发布有黄色按钮和蓝色按钮两款配色 随着科技进步 现在许多智能手表 运动手表都可以抛JP100几条接约 但对我来说 曾经那个极其遥远而魔幻的麦搏器手表JP100 在当今这个眼花缭乱数码横飞的年代 简单易用数据功能一目了然 反而又是另一种单一的淳朴 而令人心生向往 至少令我向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请关注点赞转发 谢谢